民进党2022的提名条例公布了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 因为就是蔡英文一个人说了算 六都也好啊 争取连任的县市长提名也好啊 通通都是怎样 党主席征召 说好的初选呢 说好的民主呢 被没收了 所以你看到只有基隆新竹市 屏东县执政起码要办理初选 然后非执政县市经过征询协调之后呢 产生单一人选 也是一样主席提名 经过终止会通过之后征召 很多人说那民主呢 这个民进党说 没有啊 这个主席征召之后呢 也要通过啊 通过的时候有一件可以讲啊 谁敢讲 对不对啊 谁敢讲 那民进党秘书长林习耀 事实上我觉得他是个苦主了 之前有没有 之前我们看到他就不断的被骂 郑国会那位啊 好凶哦 陈茂松一直骂他 王什么蛋啊 不要脸啊 全部都骂他 但是不是有点子伤骂怀 他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他一人说了算吗 不可能嘛 但他只好这样讲 你又不敢骂蔡英文 就说啊 林习耀什么欺上瞒下啊 这个蒙蔽了蔡英文啊 真的吗 你相信吗 林习耀怎么说呢 民进党从来就不是一言堂 是一群党内民主机制 定定的特别条例 这真的好特别啊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有一个论述的模式 它有一个模型出来 就说比方说 你今天说 你今天说我不好 我就说 我上来都是很好 他一定是跟你反着论述 而且就是 重点就是要讲的 脸不红 气不喘 讲的理直气壮 你这个用不科学的方式 去呵护高端 他就本党向来用科学的方式 去支持高端 反正就是这样子啊 总会有人信嘛 然后陈其脉 当然啦 这种都是你知道 乖乖低着头 头摸一下就好 民进党的权力 最高机构是全代会 只要透过民主程序都尊重 那民主程序呢 只有游英龙 游英龙以前是学者 对民进党彻底失望了 他话真的讲得好重好重 他说什么 蔡英文跟身边的人 胆大包天啊 这句话讲得很好 何德何能啊 蔡英文你何德何能 敢享有这种独裁的权力与滋味啊 民进党通不过魔鬼的试探 民进党背叛党内民主价值 立委提名制度也岌岌可危啊 投靠撒旦 民进党的党内民主已死啊 2022可以这样 2024啊 等等通通岌岌可危 网友反应超热烈 蔡主席不演了 爹亲娘亲不如蔡主席亲 民进党呢终于变成帝制了 民主呢就是民进党做主 本来就是蔡总书记的权力呀 董哥你怎么看 事实上这个新闻的10月初就出来了嘛 你记不记得 但是民进党还发声明否认呢 当初否认 大家想说误会了吧 民进党应该不会这样吧 党内民主在台湾就是从民进党先开始的嘛 但是现在完全丝毫不差 台湾现在只有两种选举 就是一个地方选举一个中央选举 中央选举就是总统跟立委一起选 那现在蔡英文所申进去的是地方选举 这个地方选举是为了中央选举来做先升 那下来的总统大选 他要提名谁当总统大选人 是不是由他来指定 我们都知道他讨厌赖清德 一下子跳到赖清德 赖清德就out对不对 这个就先来试试看 结果党内一片歌颂 游英龙教授过去是民进党 他在民进党二三十年 那他过去都代表民进党在花莲参选 县长立委县长立委 虽然都漏血 但是大家都很尊敬他 因为他是民调的前卫嘛 那他会讲这个 他其实那时候已经看到民进党 可能会落入某些独裁人的手里 所以他其实在2018年 那时候蔡英文辞掉党主席 因为选输了嘛 选输了就韩国瑜领军 赢了15个县市 蔡英文就下台 结果他去选 民进党就派出了卓隆泰 那结果游英龙输了嘛 游英龙后来觉得说 你这个是大家来围欧 他觉得不公平 他就退党了 那他过去对民党贡献非常大 对民党也有很高的起习 那他的民调 两个礼拜做一次 那不管他的结果如何 他都会公布 所以在台湾的民调市场 他是有一些前卫性 那我觉得说蔡英文现在呢 蔡英文现在就是 他用很多东西都是来试探 试探就我现在做这个事情 没有人敢讲话 我在做进一步 这跟慈禧太后掌钱是一样的 所以蔡英文是用一些 他的掌钱就跟慈禧太后 跟武则天一样 武则天原来在庙里面 已经在出家了 对不对 被皇帝看上以后 他就慢慢往上爬 从财人 武财人就一路往上爬 然后他用很多东西去试探 试探到最后胆子就越来越大 然后就把大唐给篡位了 那我们看到蔡英文的情况 他是一模一样 他本来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但他这次已经回来以后 为什么这一届的胆子特别大 因为美国人在撑腰嘛 他现在有美国人撑腰 他谁都敢对抗 那表面上美国挺他 我为什么刚刚会讲说 他填美卖台 因为他把台湾带入了一个 类似战争的情况 煞有其事嘛 那很多人讲说 都是中共战机后怎么样 那我请一下 马航九当总统八年 为什么中共战机不来老台 为什么马航九当八年 水果不会被禁止进去 但董哥我问你一下 民进党各派系都没有意见 不敢有意见 因为蔡英文他敢给资源 你知道2018年 民进党大输以后 行政院长赖清德辞职以后 就要选总统 选总统各派系他讲说 赖清德是新潮流的金孙 一定是由他来选 而且他的民意是蔡英文的两倍多 那为什么会搞到这样 因为蔡英文拿出很多资源 所以包括新潮流自己人 都背叛了赖清德 去挺蔡英文 那蔡英文发现说原来 原来胡萝卜最有效 所以他到处去喂养一些人 那我觉得说 他一路试探一路试探 发现这些都有效的时候 他现在胆子就变大了 把民主没收 那民主没收的下一步 现在是没收地方的民主 下一步当然就是将来民进党 总统提名人 由他来指定 他就是用这种 那他就可以清定 譬如说他喜欢郑文燦 就郑文燦 赖清德就准备出局了 就会用这种方式 所以赖清德心里有数 他非常怕 他说拜托总统不要用网金攻击我 然后我到哪里 你们不要派国安 那些人来监视我 这都他自己曾经讲过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现在蔡英文已经越用越顺手了 他有一个对他有利的 就是因为他过去不属于任何派系 他没有各派系的包袱 那我们现在出来喊 这个其实是政国会里面小咖 对 没错 譬如说各位朋友 你们可能对政治新闻也很有兴趣 我敢保证这十年来 你绝对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他只是出来呛林喜耀 大家才知道说 他讲完话之后 你看什么这个政国会其他人 尤其坤有讲话吗 林家隆有讲话吗 陈廷飞有讲话 没有啊 是 因为所有人都 他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他背后他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知道政国会的陈廷飞 这一次会引起讨论 最主要是因为陈廷飞想挑战黄伟哲 那黄伟哲因为他行求连任 那我们知道屏东 基隆 还有那个桃园 这三个县市都不行求连任 都已经认满八连了 黄伟哲行求连任 陈廷飞要挑战他 照民进党过去的惯例 就是这一届你当了 你没有出什么大错的话 就是直接提名你 是啊 就不要再办党内出选 那陈廷飞一直在挑战 挑战就请他出来讲 他自己不要讲 因为陈廷飞现在毕竟 但说实话黄伟哲 在民进党内也算是 他的这个言论算是比较中性 没有那么极端 但是黄伟哲因为他上次 在民进党里面 因为赖清德这个位置 下来以后大家都去抢 那黄伟哲获得新潮流的支持 那当然陈廷飞也跟他做出选 这些都没有打败过新潮流嘛 所以他这次用这个来挑战 他的用意并不是要拉下黄伟哲 他们的用意是要保住 他们的议长郭信良 那他这个其实有 有一点故事啦 就是简单讲 我们议员是12月25号就职 十五位在这里最清楚 议员就职完就要选议长 那民进党 民进党已经掌控了 黄伟哲当选了 议会他也够办了 他觉得我们就提名我们的人 他们的议长是 他的市党部主委 也是一个老议员叫邱莉莉 那都已经完成党内程序了 那结果一宣示完 有一个也是民进党的老将 就叫郭信良 他宣布退党 那宣布退党以后表示说 我要来挑战你我要选啊 那表示他掌握了民进党里面 有些人会投他 那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出了一个险招 这个就是龙介 我们的好朋友龙介 对他也常上我们的拉丸抱 龙介就叫国民党全部挺郭信良 是 票全部投郭信良 郭信良自己退党有一票 民进党里面有四票跑票 加上国民党了 结果郭信良当险 这是三年前大家记得的故事 董哥讲这个背景给我们听 大家这个董哥讲完课之后 大家就一连串的就串起来 就看得懂蔡英文到底在干嘛 但是真的在政台上说实在的 为什么各派系大家都点点 都臣服 民进党不是很凶吗 对不对 民主自由不是他们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价值吗 但是你想想看 一个人手上如果未有提名权 就等于是未有生杀大权 然后呢现在就怎样 蔡英文亲自点林静怡参选 中二选区就果然是林静怡没有错 那黄子哲要告诉大家 这个林静怡大家都说 她是这个女版的陈伯伟 那我们撇开她一些争议性的言论不讲 光是她称不称职 今年九次呢我们看到这个会议 林静怡请假了八次 六次呢她上什么 上民事跟三立的政论节目 因为她是疫苗受害者 审定救济给付的委员会 也就是说她应该要出席 帮那些可能的受害者讨公道 她的角色很重要 但是呢她请假这么多次 请假八次八次请假六次 然后她呢跑到这个民事跟三立 去为这个民进党来辩护 这个部分呢民众能够接受吗 这是她应该做的工作 帮这个受害者讨公道 跟到电视台里面去赚通告费 这哪一个重要呢 但是在蔡英文的主席的口中呢 是派林静怡可以呢 赢过只想叛倒台湾的人 网友说把台湾两个字 改成民进党就对了啦 赢过叛倒民进党的人呢 那林静怡我们看到 她是这个小组里面 唯一一位妇产科的代表 所以她的角色很重要 因为妇产科的代表就只有她 但呢她是这个小组里面的请假冠军 她自己的解释说什么呢 她是要去护航高端了 为了避嫌 舒惠 她为了这个避嫌 所以只好请假不出席 民进党那有避嫌这两个字吗 民进党不是从来没有避嫌 这两个字吗 我刚好在写这个记录 因为她请假的天数 从去年到现在 她不断的在请 不好意思 今年那个八月以前没有打高端 那你在避嫌什么 你前面就一直在请 从你担任这个位置以后 就不断的在请了 所以她今天先是扯说 是你们国民党的这个费用退委员 所以如果我去开会的话 会去护航高端 所以我就必须要避嫌 好啦 八月以前有打高端吗 没有吧 第二个是 如果你真的要避嫌的话 你应该不要当这个委员 更避嫌不是吗 从头到尾就不要当就好啦 台湾只有你一个妇产科医生吗 不会吧 你也不是台湾妇产科医生里面 最资深最权威最了不起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林静怡被 要代表这个民进党参选 中二选区的补选 台中第二选区的补选 坦白说啦 我内心是觉得松一口气 因为她确实就是大家公认的 女版陈柏维 当这个名字一浮现出来的时候 我想说不会吧 民进党这么会打选举的人 会这么瞎吗 结果就真的那么瞎 我觉得这个我搞不清楚 蔡英文派她的这个逻辑在哪里 那刚刚前面大家在讨论说 现在民进党内 是不是已经开始走向独裁跟威权 我告诉大家 在蔡英文这六年多 不只是民进党内 整个台湾的氛围都是越来越独裁 跟这个绿色行为 光是废掉一个新闻台 就已经是连独裁国家都不会发生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个指标 就已经毋庸置疑 她就是慈禧太后 那民进党这一次党内的选举 为什么会放任她去这样去搞 走向这个 第一个当然是这几年 她不断的把权力收容 不断的去分配资源 这刚刚董哥说的 棒子跟萝卜并用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民进党明年的地方选情 确实也不看好 也不看好 所以大家就庆菜啦 你知道如果会赢的时候 如果提名我就会赢 我就拼死都跟你参议 我很干了 我就是要争取提名啊 怎么可能放给你去主导呢 所以提名也 明年的选举状况也不太好 第三个我坦白说 民进党的这种司法的黑手 不只是在对国民党或一般的民众 什么叫司法的黑手跟监控 大家从2018年就不断的耳闻 你线上面传什么 你脸书上面po什么 叮咚叮咚 调查局就来了 我告诉你 蔡英文连队民进党内 自己的监控都是这样子 我有一个这个 以前在国安局退休的长辈 她说国安会退休的长辈 她说蔡英文每一天早上桌上 她的桌上或是党部党主席桌上 都会有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里面就会有一些 当天的这个密收的一些 语情的纪要 里面包括说 可能他们党内的人 跟谁喝了酒 谁的手放到谁的大腿上面 都会有 那如果说这个人 蔡英文刚好想要收拢她 或是想要这个 要她乖乖听话 就会打电话去提醒她一下 以后小手不要乱放喔 小手不要乱动喔 所以我告诉大家 从这两三年很多民进党内的 这个事情出来被爆料出来 包括什么8000岁啊 这种等等的 说真的 真的都是来自于说 媒体好棒棒都跟得到吗 其实他们党内的互斗 甚至是说是不是来自于说 英系的人 要去整掉不同派系的人 这一些民进党内 其实自己都有一点点在怀疑 所以为什么民进党会走向这个 越来越威权 台湾为什么会走向越来越威权 我告诉大家 当你掌握检调 掌握司法的时候 你就掌握一切了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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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